年底各家车企搞促销出销量 你们知道现在新车多便宜吗 10万不到中型插混SUV 我们今天来谈价格 谈得好直接买它 走 这台车大家可能没听过 但是全网热度很高 那叫蓝电15 之前我们不了解 研究之后我们发现 它的产品力还可以 华为嗨卡 伏迪插混 还有赛利斯制造 那这三个放在一起不到10万 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华为嗨卡是好用更新快 伏迪插混 官方说他们累积3000万公里 动力零故障 这是他们官方说的 然后赛利斯高单新力源产品 检测标准 这三个放在一起 我们不太会担心 它以后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 这是我今天考虑买它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经常出远门 节驾至纯电车有里程焦虑 油车我们完全不考虑 因为新力源车开了之后 回不去了 这台车亏电油耗是5个多 所以油耗低代表它续航长 100公里的纯电续航 还有1150公里的综合续航 是符合我们需求的 最关键的 加在一起它是不到10万 如果这台车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算是手臂车主了 如果测试结果不理想 我们就会建议大家深重考虑 那如果说测试结果还算可以的话 这个价格全行业 独一份 我们一会儿找我们约着销售 去调一下价格 走 蓝电15畅下 可以的 对对你帮我算一下 我们这个裸车价是139,900 但是我们现在官方 它不是优惠4100吗 然后现在接下来的裸车 就是99,800元 保险是在我们这边做的 在5000左右 然后这个车是没有税的 我给你做一下 对 你提多少钱你看看 可以给你加一下 就是 总共算下来是10万5100块钱 你们看一下 你们已经卖爆单了是吧 对啊 你卖一台提多少钱 卖一台啊 你说实话提多少钱 说实话 用不咱俩来试试 办办办办 好谢谢 蓝电15黑色创想型 落地10万5100 那个付款记录看一下 新车就是亮 好吧 为什么说它性价比高 你看 大面积的软包 还有这个仿木纹的这个试板 一看就很有豪华感 我不管 这个价格 我就说它有豪华感 怎么了 这个座椅 舒适性还是可以的 它这个缝隙之类的 做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现在知道了吧 现在这个价格占打到什么程度了 而且我特别喜欢 它后排有隐私玻璃 前排是双层玻璃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兄弟们啊 接下来啊 我们就看看 它这个纸面实力跟真实水平 到底怎么样 我们实测一下 开着它去看埃及的师生人面像 去看古希腊的那个帕头龙神庙 好不好 我们一起见证一下 看看它整体油耗 还有驾驶质感怎么样 好吧 我们一起见证一下 真香 哈哈哈哈